这个每年祭祀坛就在这个房间里面祭祀 这个叫零恩殿 这个叫零恩殿 整个这个大殿的话呢 全部都是用这种木头 就叫金丝楠木 这种金丝楠木的话呢 这么粗要长到60米 这个多糟 直径1米1 直径1米1 所以它会长很长时间 比如三十六根 三十二根 这个金丝楠木的大柱 支撑整个链顶 而且的话呢 木核木的连接也没有用钉子 全是斗拱 磨损 挖槽自己 到现在的话呢 有四百多年时间 还在那里 还一样的坚固 没有住 金丝楠木 没有住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 很少有白衣 没有白衣 没有白衣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金丝楠木建筑 最大的这些建筑 他们很喜欢建筑 这个不喜欢建筑 因为很多人会往上磕东西 看名字看什么了 看名字看什么了 这种木材的话 相当的 它北京店铺产的 它是从这个 云南四川贵州 那边深山里面才产 从那边运来北京 然后呢 电子很难走 对 你看那边来 对 那边有保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